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先把这个纸布画好 然后你说我没有怎么办呀 现在太好买 那我们就用这种卡纸 稍微厚一点的卡纸 用卡纸也可以 就是每一个图都要剪出圆形 剪出圆形 都给它画好 这是最大的 大概最大的一寸半大小就可以 你说要做大点 那是看你的那个卡纸有多大 将来我们把它都拼凑 还要针在卡纸 大概一寸半就可以 这是一个圆 第一步 第二步呢 再做一个小一点的圆 你看它的比例 基本上快一半了 就是中圆 最后一个圆 小个的圆 又跟它又接近差一半 接近差一半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话 我们搅出三个圆大的 中的小的就有了 然后我们再做一个稍微半圆 像月盐似的 做一个什么牛的鸡脚 都给它画上 你就在你这张纸上全的固织布园好 卡纸上全给它画出来 画好了一次就给它搅出来 然后这就是等于是 小圆三个 再加上这个牛鸡脚 就等于第四步了 都给它搅好了 然后它有两个耳朵比较大一点 那我们做两个耳朵 也是给它搅出来 都给它画好 两个一样 一下缓 搅出两个也可以 1 2 3 4 第五步 然后剩下就是它两个小脚 它小蹄子了 牛蹄子 牛蹄子两个 这牛蹄子怎么做呢 大概就跟我们这个最小的这个圆一样 搅完了以后 中间有一半就可以 但上下要有一个小蹄子 也就是它的那个小腿肚子是吧 小腿 跟着它一个小腿肚子就可以 这样的话就等于 鸡脚也有了 最后剩下是什么 还有就是它的那个小尾 但是牛蹄子也不会太小 它的尾 细一点 但是它的尾 最尾 顶线的部分 是稍微胖一点 因为它底下有那个尾毛 所以说要让它大一点就可以 这样做出来也比较可爱 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尾巴也给它画好 那就等于是我们这一集图里头怎么做呢 就是 一 大圆 中圆 小圆 牛鸡脚 然后是它的牛蹄子 加两个耳朵 加小尾巴 那这样你在这一块布上或卡纸上 都给它一次画 尤其这小耳朵 一定对吧 我把它放大一点 放近一点 一定要给它画 尽量是相等的 这就是它整个一二三拼出来的这个步骤 那这样的话 我们都给它裁剪好了以后 接下来做什么呢 就开始往上粘了 粘的时候我们就用乳胶 如果要用卡纸的一定乳胶要少一点 如果布织布呢 稍微多一点还好 那这样我们在它的后边挤上颜色 挤上这个乳胶 把这个乳胶挤上 然后直接粘在你这个卡纸上 粘在卡纸上 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它第一个圆 个腿稍微偏中间点就可以 粘在这是从上方下粘 粘好了这样 你就把它的牛鸡脚给它添上 好 把这牛的鸡脚 放在旁边 从上方下粘 你得先把它这个 下边这层粘好了 也就是它的肚子 最胖的那层肚子粘好 然后就是第二个圆 也就是中圆 中圆呢 就靠上粘 靠这上面 我把它抬起来 粘在这个位置 靠上一粘 基本跟上面一边齐就可以啊 也是 放上乳胶 点上就可以啊 然后往上粘粘齐 好 稍微按一下啊 按着一两一两秒钟 这样第二个圆起来 这第二个圆也粘好了 是这样 一个大的一小的 那我们还有一个小的圆的 对吧 小圆圈这个呢 就是粘在它的第二个圆的下半部 以第二个圆为题啊 先把它粘上乳胶 直接 以下边为主 下边这块 因为它的嘴 脸都在下边 好 把它粘上 稍微按一下就可以啊 好 把它粘上 那就等于大的小的 落在一起 三个圆落在一起啊 接下来就是它的牛的鸡脚 这是第四步了 第四步就是粘着牛的鸡脚 那这样 我们把它 还是以上额为主 粘上胶 上额粘的颗 这个可以多一点 牛鸡脚不要掉下来 底下粘一点 然后直接按着上半部 对齐 也就是上半部 这一部分 你看 这个牛的 积极出来 就非常形象了 对吧 把它粘在最上面 以上面为主 接下来我们就是粘它的什么 两个耳朵 耳朵先给它摆上 先看一下 把它定好位置 耳朵在什么位置呢 因为它那耳朵可以挂东西 你看这放牛娃可以挂上东西啊 这样的话 这个耳朵呢 是朝上的 横截面是朝上的 这回就有感觉了 对不对 对 朝上 横截面是朝上的 也就是平行在那边朝上 好 我们把它粘上 一边粘的时候 一边就打理一下啊 因为手工制作就是比较细腻一些 不要做的太粗糙了啊 好 这牛的基本头型出来了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先把它的小脚丫给它按上 先给它在这个位置上 摆一下 千万记住 这两脚丫子不能冰在一起 冰在一起非常难看 并且这牛也好像站不住了 就是傻傻的站在这地里头啊 我们让它有点活份 就让它跑起来 把两条腿分开 好 把这个最后打起来就用这镊子哈 稍微给它粘上一点乳胶 有的时候 老师我没有乳胶怎么办 就是用你们平时做手工的两面胶就可以 两面胶就可以粘上它就行啊 这样 右脚丫也一样 给它粘一点乳胶 挤上一下 然后 分开给它磕着 那这样的构图 这牛就比较 壮实 正在跑的 不是静止不动的 这个牛肌就出来了 对吧 牛就出来 那好 它还缺一个尾巴啊 加油 你不能把这尾巴搁在后边说 这牛尾巴应该在后边 这就不对了 啊 还有一个 老师这为什么就剩两个两个牛脚 那个牛蹄子 因为牛蹄子在前面后面的挡上就看不见了 所以说 就用两个牛蹄子就可以 我们把这个小尾巴搁在它的肚子中间 不要太低 也不要太高啊 因为它跑起来的时候 或者它在动的时候 牛尾巴它是甩的 我们就给它搁在中间就可以 不用太高 也不要太低 它在肚子中间 就可以 这样呢 我们把牛先给它粘好了 完整的给它粘 好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把这俩鼻子 单独拿一个 拿那个布或者是卡纸 搅出来 搅出两个小圆圈 特别小的啊 你想它那鼻子眼它有多大呀 我们就给它 剪出来 但是这颜色就不能是黄颜色 要重一些 另外一个颜色就可以啊 你随意 你说你喜欢什么颜色 总不能弄一个红鼻子头吧 所以说它这有两个特别小的 那我们有两个特小的啊 给它粘在这个中间这块的鼻子 也就是 啊 第一个圆圈里头上边 这是第一个圆圈 我离近一点 把它粘在这第一个小圈的偏下一点 给它安排好了 把它的鼻子 牛鼻子那个眼给它 安上 那有一点小圈就可以了 好 剩下的就是什么了 就是它的眼睛 眼睛 人家心灵的窗户其实也是动物的窗户 对不对 心灵的窗户都在 都在眼睛上的 我们给它缴出两个椭圆形 椭圆形 缴出两个椭圆形 那是什么颜色呢 因为它是白眼珠的 白眼球 你就必须缴出两个椭圆的是白眼球 好 那我使这个线点一个就可以 椭圆形啊 椭圆形 两个尽量一边大啊 你的眼睛一大一小 除非它是眯着 对不对 杏盒眼好看 对吧 那我们就给它点杏盒似的 就是这样 这是两个白眼 它的白眼球 先把这两个白眼球粘在上边 也就是你看 先给它粘在上面 一边一个 粘好了 然后我们把它的黑眼珠子 再裁两个黑眼珠子 人老师没有黑的怎么办 你把它裁出两个圆形 眼珠子 然后你拿黑颜色 涂上就可以 涂上黑颜色就可以 那这样的话 我们先把这眼睛粘上 先粘这个眼睛 好 点上两个小点 乳胶点两点就够啊 你那个要是有两边胶的话 就是粘上非常麻烦 就有点麻烦 还得撕开 对吧 好 直接把它的黑眼珠子也给它粘在 粘在中价就可以 因为它往前跑就是中价 它没有往两边看 你说我让它往两边看 好 那你就粘两边就可以啊 给它摆正了啊 眼珠子一定给它摆正了 稍微斜一点 朝上一点 像个箭头稍微朝上一点就可以 这样给它粘好 按住 一定把眼珠子给它摆 眼睛给它做好看一些啊 不然的话 眼睛不好看就不好 这样的你看 非常 那个箭子肉都出来了 大牛就出来了 那这样的话 我们把牛做好了 是不是我们还加点辅助的东西呢 对 没错 那我们就用我们 剪下来的丝带啊 用这小 头绳也可以啊 就是丝带这种东西 用两个 就有 浅绿深绿都可以 再加一个黄颜色 黄颜色相当的土地 我们粘土地 绿的呢 就是说有 深草和浅草 这个两个 这草怎么剪呢 草一定要剪出它的尖来 怎么剪这尖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就是在这斜上方 剪下来 哎 这就是等于这个草再往上涨 刚出的嫩芽啊 刚出的芽 都是垂直往上的 不能让它齐头呢 就稍微不好看 你自己也试一下 是不是齐头不好看啊 那这样的话 我们每一个都是大概 剪到一寸 半寸 各个不同啊 别都一样一边齐了就不好 每一个 做之前的草 因为这青草它都是朝上的尖啊 每一步 都要斜剪一下 然后再按着这个 长短 草的长短给它 剪下来 这样剪下来 备用 好 拿黄颜色这一段 我们大概用一寸多一点就可以 按你的卡纸来看啊 卡纸我这个就是够这底下 我们剪出两 用两条就够了 不用太多 用两条就可以 这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土地它有钱 长的也就是大的这个在前面 小的在后面啊 长的在前面 为什么近大远小 好 那我们给它粘上 剪好了你就把它一粘就可以 我们前期工作 画好了 然后给它剪下来 粘的时候 就是稍微好一些啊 把工作做好了 粘的时候就稍微快一些了 好 那我们把右边这个 小个的往后粘一下 在那牛角 提在后边一点 在后边 也给它粘上 说明这个图有前有后 它的立体效果就是 出来 这个在前面 这个在后面啊 特别明显 那时候再贴一个行不行 那就看你吧 你喜欢怎么做 就可以 但是你不能 让它 太多了 太多了 就不好看了 你不能把这个牛的 这个抢鲜的牛不行啊 咱们主要的图是牛啊 那这样的话你就把这个 乳胶也好啊 这时候用乳胶比较方便 你要是两面胶每一个都贴上 你都得搅下来 好 先把最长的粘上 然后稍微斜一点的 粘旁边这个 落着一点啊 一定落上一点 粘上然后再拿一个小的 搁这 左边 好 三个咱们就是按三个一小组吧 这深颜色的就出来了 深颜色的就出来了 三个一小组 让它错开一点 然后我们再拿这个 稍微绿一点的 浅一点的 再继续做一下 就不能太 太细太小 距离也不能太近了啊 让它适中就可以 一定斜着脚脚脚 长尖把这尖脚出来啊 好 让它错开 不要让它排队 排队就不好看 让它稍微斜一点 凑开 那草不见得长一个样子 这样的话我们这组就化 就算 张好了 同样把这个呢 也做出几个小个的 就可以了 那就按着你们喜欢的样子 去剪去做就可以了 太大了也就不好看啊 不要太大 小个的稍微远点 那就让它 小点 所以手工呢就是 不要着急慢慢来 直到你做好了 比较满意为止啊 多一点少一点 这都是没关系 看你这个 你剩下的下脚料 粘上两三个就行了 那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牛 还有这个背景 这个草地 因为牛它都在土地里干活嘛 在地里干活 所以这就一直它在土地里呆着 但是有一点 它这个东西就是活的 往前走 一定记住不要把这两个小 小蹄子给它并在一起 不要并在一起 一定要分开 有高度 是最好的 就是它在 在奔跑啊 在干活 在往前走 这样我们把这个整个这个牛 和这个背景就全做好了 有的那还说我有别的颜色 加一个什么红颜色 紫颜色的 点上两个小点 但是逼太多啊 绝对不能太多 整个的这个要点就是 全是画小圆圈 剪下来 然后往上去贴 你前期中那个工作就是把它画好 画圆 然后粘的时候要凑开 就是 主要一点就是 这三个圆圈 一定粘对了 大的在 中间是它的肚子 先粘下边 然后粘它的脸 脸是靠上 以 这个大圆圈的上边 那小的这个 鼻子这块呢 就以这个 脸的中间 就在下边 所以这三个圆圈粘好了 剩下我们脚的 牛的鸡脚和耳朵 战赏